今天要特別教大家 就是我從來沒有在節目上面講過的 就是今天要告訴大家 其實每一個人的頭皮 我們都需要用處方簽的方式 來挑選適合你的洗髮精度 這麼專業 跟認識或護髮 或是頭皮養護 這些其實對現在的所有人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我們歡迎 維琪 哈囉 嗨 我是Vicky 韓國的美髮趨勢 我說的是染燙這些啊 都非常厲害 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他們在針對消費者在居家的洗戶 他們非常非常認真的在 就是落實這一塊 所以他們還有一個專門落髮研究室 你看 是我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應該 情侶我最大搞一個落髮研究室 好厲害喔 你們其實大家可以在家裡自己測試看看 第一個位置是在你的眉毛 靠近眉毛這一個地方 大家仔細看 你看 你不要只看到我毛囊這個地方 你要看到這一個位置 就是你的眼尾對上來這裡 好 看囉 我要做囉 你看喔 來 我請你不要笑喔 因為我要讓大家看一下 你是緊的還鬆的 你看 哇 我沒有很用力喔 你看它連這邊都被我拉起來 有沒有看到 天啊 好 這還沒有什麼 看囉 哇 有沒有看到脖子 這裡 看到嗎 而且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很用力喔 好 這個時候呢 其實這是第一步 你可以自我檢測 你頭皮 需不需要保養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有可能 因為威琪她還蠻常綁頭髮的 對 我很常綁 所以其實我們長期綁頭髮 也會有讓你的頭皮是鬆弛 然後再來就是 你也不要過度減肥 這個呢 是大家都會看到 我在節目上面 會幫大家做頭皮 頭皮 台灣國一就做頭皮檢測儀 第一步 我們表面上面看起來 她的整個頭髮豐厚度很夠 那你覺得她的頭皮 她的毛囊 是不是很健康很強韌 然後根部 一個毛囊裡面會有幾顆頭髮 我先最簡單的頭頂 來了來了 來了喔 有看到嗎 現在大家看到毛囊上面 有一個油油的 屑屑比較透明的 塞住在毛囊表面 然後頭皮上面都是油脂 那基本上呢 大家看到這一些 這個 這個就是油脂 我指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第一個 你看 威琪 超油 你看她這裡 還有比較細的 這裡對不對 她的毛囊就是被堵塞住了 然後呢 你看她頭皮有一點紅紅的 這個代表就是睡眠不足 她頭皮其實有一點發炎 然後頭皮下面有一點發炎 然後睡眠不足啊 帶小孩壓力太大啦 然後你看她的那個根部 都沒有就是很有元氣的感覺 每一個頭髮的問題 大家看喔 其實這基本上就是 如果我們看到很多家裡的叔叔伯伯啊 爸爸就是會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這樣 這是沒辦法的事 然後中年突髮呢 有一些人會是從後腦勺 有一些人會是從兩側 然後再來女生髮際線會很明顯 比如說就像我本人 因為我真的實在是 試太多洗髮精了 試到我真的 我剛剛我頭髮掉了三分之二以上 髮際一定是這邊嘛 對 這個叫髮際線 就是邊邊靠近臉的地方 深龍腸埃草耶 蛤 真的啊 剛剛在跟威琪聊 十天不洗頭 真的很厲害 腸後掉髮就是威琪的問題 對 壓力性掉髮 油膩的頭髮其實發生比較多 就是臉部也會有很多那個 痘痘 意味性皮膚炎的人也會有 所以其實頭髮的東西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好好的 去維護它 真的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是等它開始掉成這樣 就來不及了 應該是 來不及 對不對 來不及就預防 預防 對 然後再來 如果你要讓你 剛剛我們照到的那一些 變很細的 就是即將就是 快拜拜的毛囊 你要用什麼你知道嗎 用什麼 什麼 它的精華液 它的頭皮 而且不油 洗完用這個 洗完吹乾前 為什麼會介紹給大家 因為如果它會油的話 它等一下 然後你 它馬上就吸收了 它如果是油的話 它會泛油光 可是它沒有 你看 對 對 那如果我們擦這個的人 我們要怎麼去進行呢 對啊 要怎麼擦 很舒服耶 對啊 而且你看喔 有擦跟沒擦的 頭皮的那個保濕程度 大家有看到嗎 好 讓我最後為大家再開始一次 好 我們來重點整理一下好不好 如果呢 你要抗老化 一定要選靈芝靈芝 抗老化靈芝 如果呢 你是染抗受損 一定要選這個 蒼蒼蒼蒼蒼在哪 紅色 不好意思 因為顏色在你們那邊 蒼蒼蒼蒼蒼 對 然後呢 如果你是油性的 綠色 你就要選 綠色 然後呢 最後再跟大家開示一次 精華液 頭皮的養護精華 這一瓶呢 洗完頭 吹乾淺 早上出門 再針對你很害怕的地方 再噴一下 就是扁塌髮系適用的 400ml的 然後還有這兩瓶 還有這麼多成分 這麼多草本成分的頭皮精華 這樣怎麼弄我啥 我有看錯嗎 這才999 這一組是只有在桃子購物網才有 桃子 桃子購物網 桃子購物網